Lun Sang 狂野 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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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What's up? 这里是你们的changboy 欢迎回到我们狂野限价home game的session 我有时候在想 这个世界似乎从来都是不公平的 也向来残酷 Lucky poker 就如同一个富二代 在那里拼命地中set 而我们就像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个平凡而努力的 普通人家的孩子 只能靠拼了命地在牌桌上展现气质 Anyway,闲话小说 进入今天的poker session 希望我们也能打一打 轻松的Lucky poker 好,一开始我们买入一万 没过多久呢,我们在中位 拿到德州扑克我第二 喜欢的棋手牌Pucky Kings 感觉是一个好的开始 Open 300 位于Hijack大哥觉得这个底子大小 他不满意,选择 3B到1300 正中我们的下怀 我们在不立位置的KK 拿出筹码 选择4B到3200 然后是秒下注展现气质 轮到我的大哥 凭我对大哥的了解 此处他基本不会放弃 果然,他拿出筹码 Flop拉出来68勾彩虹面 基本上是很安全 当然啦,以我对我的对手的了解 他这里也会有很多类似 8勾suited 68 suited这样的排行 但底池已然6000 我们后手还有大概6000 这个SPR爱谁谁 就这么招了 我们秒下注2000 结果大哥丝毫片刻 直接推了我们后手all in 那还能咋办呢 我们抄队KK 只能是一个秒call 结果听到一声悦耳的 这么大 一般都是我跟别人说 你大 我第一次被表扬这么大 甚至有点害羞了 大哥亮出90欧 发到河底 成功顶住 是一个好的开始 那要我怎么说呢 如果你决定用90欧 来游戏一个4败比词 发出两头顺 那确实是毫无办法 不可能逃离 那么剩下的 唯一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应不应该去用90欧 在SPR基本1比1的情况下 选择去游戏一个4败炮了 那给我们自己打一个5分吧 打得毫无创造力 就是游戏了一个奶奶牌 没有任何可圈可点的地方 然后来到第二手牌 我们小小的跟Lucky Poker碰撞一下 Lucky Poker Undergun Open 我们在大忙用八勾苏里防守 看看除了运气一无所有的人 这把用中什么 中A的 中A的 FLOP呢拉出来A73 范围上有利于preflop progressor Lucky Poker 那我们实际上呢 手握后门花后门顺 后门三条后门两队 面对他的CBAT 选择跟住去FLOAT 渴求中牌 而如果没中 在日后的街道中 我们也有办法去BUFF掉这个Lucky Poker TUN发出一张9 你看 后门顺不就快成了吗 我们选择过牌 Lucky呢 他在有利位置check back river no poker justice 掉落一张非常无聊的K 那怎么办呢 我们断然不可能傻乎乎的拿我们的J嗨去摊牌 于是不由自主的采取了更傻的策略 去满持BLUFF这个重牌怪兽Lucky Poker 下注满持一千二 被人用A10秒call 我又说出了那句经典牌词 你搭 一时两点钟 应该是两百人来 送你A1 扑克真的没意思了 然后我们在前卫拿到JQO 渴望拿到一个鱿鱼 选择去Open300 被刚刚90欧call 我失败的大哥跟住 其他所有闲杂人等纷纷退散 Flop 是我眼花了吗 我们难道也Lucky了吗 PokerJustice难道真的降临了吗 直接拉出来K90 我们平平无奇 清清淡淡一个天顺 这个Flop可能我们更有范围优势吧 我们有大量的AK 超队 SAT 此处停枪似乎反而显得可疑 随手一个C by半持300 大哥思考片刻 选择跟住 TUN掉了一张方片4 此时此刻 由于这是一个Single Raise Part 我对于底池的大小 心里有点不满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 如何把这个底池造得更大 追求一个Bigger Than Bigger 作为一个造池怪兽 那我觉得这里去Check Raise 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至少去Check 能给他一点表演的空间 我们选择在不利位置Check 大哥思量片刻 选择下注接近满值1200 我的多巴胺开始分泌了 执行我们的计划 选择Check Raise到2800 大哥又是思考一回 选择跟住 River掉了一张7 大哥的后手就剩3000多了 我们直接选择All In 然后大哥陷入长考 我在心里不由得呐喊 Call Call Please Call 我这里有大量的Buff 那最终呢 大哥还是选择了跟住 我们又赢下一个底池 这一首呢 我认为跟第一首 纯无脑的KK不同 我们还是略施了小技 把底池稍稍的造大了一点 给我自己一个7分不过分吧 不过当然 这首赢还是因为Lucky了傻众 我有一瞬间怀疑 我是不是吃了Lucky Poker的金破 化身为它 然后可以看到Under the Gun Limp 我们在前卫拿到A10 suited Open 300 被刚刚的大哥靠住 小忙跟住 大忙跟住 而这个Limp的玩家 则拿出了一招经典的 Old School Limp Race的招数 一般而言呢 如果赌场老头使用这招 Under the Gun Limp Race的话 我会直接把它的底端范围 锁定在QQ 但这个特定的玩家 是一个气质瞎搞玩家 我曾无数次看到他用相同的行动线 亮出大量的铜花连章 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们的A10 suited 很有可能是领先的 但我还是想把气质玩家给隔离出来 来一场气质战斗 所以选择进行一个4bat到4600 其余玩家纷纷退散 轮到Limp Race的玩家 他思量片刻 选择在不利位置跟住我们的4bat Flop拉出来A23 此时此刻 即便他Pray不是瞎搞 我们的A10 也Lucky反超了他的 类似QQGoGo这样的排行 面对他的过牌 此处A High面 我们的4bat pot 我们理应 接近百分之百的高频下注 但我临场决定 主动剥削偏移 用行动来告诉他 我们非常恐惧这张Ace 给他一些表演的空间 临场选择在有利位置 Check Back Tun不是非常理想 掉落一张5 单张成顺 他此刻跳出来 在前卫下注4000 那我们既然已经在Flop 选择了隐藏牌里 把舞台已然交给了他 那在他的舞台上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选择7排 还是继续我们的计划 选择跟住 River 事情似乎变得更糟糕了 掉落一张方便6 前门花也做成了 当然了 我还是能因他很多 随机bluff的排行 就看他要怎么行动了 那万幸他选择在前卫Check 我们的A10 似乎也没有多余的价值了 选择在后卫Check Back 听到了悦尔的 用A10 收下了这个不错的4bat比词 这首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气质 技术 完美融为一体 给自己十分 不怕骄傲 然后我们在小忙 拿到一首 德州扑克我最爱的棋手牌 Pucky Aces 面对前卫的Open 刚刚的那个气质玩家 3bat 我们此处毫无疑问 是一个4bat Race到3000 其他闲杂人等纷纷退散 气质玩家选择跟住我们的4bat 单挑抵持 游戏翻牌 Flop呢拉出来五六勾 还是面对气质玩家 此处呢 理论上在自己的4bat 还是要高频下注 但是另一方面 是不是应该对气质玩家 有点期待 把舞台交给他 让他表演呢 是不是在这里 也可以再度 反常规的手握AA 在自己的4bat 选择在不利位置过牌呢 感觉下注和过牌 在这里都是不错的选择 我们临场选择下小注2500 对手在有利位置 跟住 TUN掉了一张 不是特别理想的牌 K 关键的点在于这张牌 不利于我们继续去要价值了 它的所有类似 101099 这种3bat call4bat的牌 看到这张K 都会产生本能的恐惧 我甚至不太清楚 我们要在这里要什么的价值了 于是我们选择过牌 期待他能有所发挥 结果他也选择令人失望的check back River掉了一张9 他turn check back 感觉此处他也不会表演出来了 所以 我们只能自己去要价值 祈祷他能用一些类似 石沟suited这样的边缘牌来跟住 选择下注6000 结果令人遗憾的 他选择弃牌 我们赢下了这个敌持 然后我们在大盲拿到AQ 面对小盲的大厨都open500 选择3bat到1600 小盲选择跟住 flop呢拉出来397 我们这里有对手所有不可能有的超队 AAQQ KK 在这个干燥三小面 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放弃 选择下注1400 对手在不利位置跟住 蹦 掉落一张10 让这个干燥的面 稍稍变得湿润了一点 他core3b能在这个flop 继续的牌 很难因为这张10的到来而放弃 相反 这张10会大量帮助防守者的范围 比方说他的90 70s suited 成了两对 89 69 9勾 suited 都成了带队听顺 所以面对他前卫的check 此处我们选择check back 基本上是属于放弃了 但River又很有意思 掉落一张8 对方继续在前卫check 此时此刻 我又改变主意 真是一个善变的男人 又不打算放弃了 我们AQ Block JQ Nuts 并且我们这里3bet有AQ 是不是 就也会有AJ 那我的AJ 怎么可能在这里check back呢 而我又在想 对手这里倘若重顺 在tun我们check的情况下 River不主动出来打这个价值的可能性 又有多少呢 我反正是管不了这么多了 Showdown必定是小 此处下注 虽然扮演的价值范围非常极限 但大概率能打掉对手所有的one pair牌力 既然已经走到这里 我们怎么能忘记气质玩家的初心呢 选择下中注38 企图偷下这个底池 结果对手陷入了令人绝望的长考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 对手最终选择弃牌 然后我们亮出AQ 对手发出评论 公开评论的关系 三个最没有天赌打告示 我还以为你是AEGO呢 所以说啊 故事要讲给跟你有灵魂共振的有缘人听 他是我的终止期 我是他的余伯牙 Bluff一作 但知音难觅啊 来到下一首 我们在8等拿到89 suited 中子希 Open400 我们在8等跟注 LuckyPoker 在小盲跟注 9收的那个大哥 在大盲跟注 这个阵容 看样子 势必是一场恶战 Flop 似乎是Poker Justice 拉出来 589 我们击中了Top2 前卫二人check Preflop Aggressor 下一枪中注 1200 让我感觉到非常疑惑 这里完全不利于他Preflop Aggressor的Range 还能下一枪这么大的注码 基本上要么就是超强的听花咒 要么就是击中了天大的牌 作为知音 他的故事 我也能读懂一二 此处 我处理的非常谨慎 选择用我的顶两队 轻轻给他call住 结果LuckyPoker也选择跟注 另一位玩家也选择跟注 我们继续四人抵持 游戏转牌 转牌一张灾难牌Q 花到了 石沟听顺的牌型也到了 前卫两人继续check Flop下注的他选择继续表演 不过此处他下了一枪非常小的注码 1600 此时此刻呢 我内心非常确定 在出花出顺的情况下 而且在身后还有重牌怪兽LuckyPoker的情况下 我的两队已经变成是垃圾牌了 此处我没有过多纠缠 直接选择了弃牌 下次再来共奏这曲高山流水吧 结果他亮出了六七顺子 我们成功地逃离了一个cooler nice fault 给自己打一个9分 能屈能伸 方乃大丈夫 好 最后一首非常有意思的牌哈 也是我被拿来调侃 玩弄凌辱的手牌 我们在undergang达到 ASIS Open三排 LuckyPoker对我进行了贴身三bat 到1200 其他玩家纷纷退散 在此初 我突然奇思妙想 我的思考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是我所有的类似 四五suti 七八suti 都是要进去游戏的 也大概率不会对他进行四bat 那我是不是也要平衡一些超级无敌强牌 到我们的鱼call三bat范围里 比方说我的ASIS 这样子他在翻后 也不得不去考虑 我们有ASIS KINGS的可能性 第二点 就是他在江湖号称 至少是他自称 永不放弃 那是不是比起用我的超强牌去进攻 我把舞台交给他就好 让他表演 我倒是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永不放弃 而我则轻松call down 第三点呢就是因为这个是LuckyPoker 中的set比我的顶对还多 所有的牌都能BB我 我真的要进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个事儿 于是我们此处选择一条不同寻常的行动线 Pree 平空 慢打我们的ASIS 进入翻牌 Flop我就已经难受的出支了 拉出来K90 他的三bat范围里有所有的set 然后也会有勾圈 suited 能赢的就是一些QQ和AK 再加上他是LuckyPoker 这里很难补中 他下注1000 但我们此刻还是不可能去弃牌 此处选择跟注 Tun呢则掉了一张方片5 我们手握的ASIS有一张方片A 此处我们心中变得踏实了 继续过牌 然后LuckyPoker选择在有力位置过牌 River掉了一张红桃4 那此时此刻 我觉得他Turn的Check就是有Showdown 但是不是那么强的牌型 类似于AK、KQ这样的牌型 准备好来摊牌了 我的感觉是 号称永不放弃的他 River可能会放弃 不再下注 于是在这个合牌 我在前卫选择 主动要一箱价值 打了一个2600的驻马 被他秒扣 此时此刻 我还觉得自己必定是大的 在场的玩家 纷纷对看到的我的AA 发出惊呼 惊叹我毫无气质的表现 AA啊 真啊 哎呀 你太没气质了 LuckyPoker也做出遗憾痛苦的表情 我以为这个底池已经是我的了 结果他停滞片刻 亮出了Kings 我们被这个LuckyPoker给SlowRow玩弄了 在场的人纷纷发出他们的评论 看 哎呀 哇 SlowRow 他真的缩起来了你知道吧 哎呀 我是不是跟你说 他这个筹码深度 KK不会死 我刚刚就没 我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 独自美丽的 A打KK 我又输了 真的没法打 我当然知道打Poker是不能结果导向的 但我想想如果正常打的话 又要整组莫名其妙的喷给LuckyPoker 我的心里就暗暗的后怕 这个世界难道真的这么不公平吗 扑克难道真的一点justice也没有吗 我难道只有采取这么没气质的打法 才能争取输少吗 为什么 为什么扑克之神要这么考验我 许多朋友来诟病他们心目中的气质玩家 我的气质 我又该如何回应呢 我只能说 真正没气质的AA 是恐惧翻后的AA 是在别人三败之后大尺度离谱似败 告诉大家我就是AA 你们赶紧走拒绝在翻后游戏的AA 而我这种张弛有度 能屈能伸 变化多端 去拥抱FLOP变化的AA 才是真天命人的AA 好了我只能解释到这里了 多的我也说不下去了 那我们反过来 说到气质 又是谁Lucky中了Top Set 很软软checkback River紧紧去跟住一个气质玩家的下注呢 那这里气质盒牌 他KK来raise我 我也只能去支付 因为我会去想 我手握的这张方片A 他是拿什么来raise我的呢 Anyway 命是弱者的借口 运是强者的签词 而他强任他强 我是趴趴长 这手牌 你们说我该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我还是想给自己打上一个8分 其次妙想的不立位置慢打AA 阴差阳错的躲掉一个cooler 让Lucky Poker的Lucky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最后再重温一下在气质按摩 百口莫辩的我 就这个人 我知道这个Lucky Poker能中 你知道吗 9分 9分送给这个搏带按摩器的男人 好最后讲讲上次那个人生中最大敌识 很多人看到我的小帅 AKA大帅拿筹码的手在抖 以此来质疑他的气质 以为他是害怕了 我在此必须为他严正声明 他是因为身体原因 他小王平抠五块钱 手也会抖 以此证明 其实很多Life Tell 其实也是不太靠谱的 不用质疑买小帅boy的气质 OK 这个Session本来赢了快4万 但在这个AA打KK之后 我彻底的向命运低头 开始Running Bad 达到最后赢利还剩1万6 结束了这个Session 朋友们 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才是真正永不言弃的男人 带我休息一下 我再次走上战场 给大家带来最最精彩的扑克内容 只希望大家能够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吧